NPM這個品牌是我們最先引入香港的 NPM是以色列的品牌 2014年領導NPM文化的專利 Wora上面有五十目之針 可以很快速而安全地著色在頭皮的表皮層 相繼我成立了NPM文化專家 我莎老師在香港首位使用NPM專利文化技術的導師 同時也是香港、新加坡、中國NPM的品牌代理 我們NPM文化專家主要會綜合市場上三大文化技巧 包括NPM文化、SMP文化和線條文化的技巧 根據客人不同脫髮的問題針對處理 取長補短解決脫髮問題的外觀 我們NPM也會有文化課程的培訓 NPM這個品牌是我們最先引入香港的 亦是香港、新加坡、中國的代理和導師 我可以這樣說這幾年文化這麼流行 是我們帶領文化的風氣 其實文化基本上都有十幾年的歷史 文化的名字是SMP 主要是用單針去紋 顧名思義用一支針去紋一個頭皮 其實時間性很慢 用Skinhead為例 大概要8小時左右 還有要多次的保釋 才可以完全做得完 所以做不到濃密的效果 譬如地中海、旁邊髮制線、頭髮口的位置 只要做頂部 SMP基本上做不到效果出來 融合不到 而我們NPM這個VOLA上面 因為有五十六支針 可以用很短時間做到文化的效果 基本上全頭來說大概2小時左右就可以做到 深淺亦都可以控制 所以可以滿足到不同類型脫髮客人的需求 所以近年NPM文化出現了之後 所以越來越多人接受的主要原因 文化其實的效果是因人而異 所以我們會包補色 原因是因為每個人皮膚的厚薄不同 角質層厚的話 流色自然會差一點 這個情況之下 我會免費幫客人補一次顏色 可能補完之後 會再有這個狀態的 我都會完全免費幫他再補 因為要處理這些難度比較高的客人 事前我會跟他們說清楚 不會因為你皮膚的狀態比較難上色 而收多你的錢 我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對舞女來到 是媽媽做的 第一次上色是差一點點 但他們的態度是開始不太好 但補完第二次顏色之後 效果是完全很漂亮的 為甚麼我這麼說 因為她的女兒也有脫髮問題 而她的女兒也過來做一份 所以這個方面 我會覺得是給自己最大的欣慰 因為他們的眼中 MPN文法專家的文法服務 是值得順耐的 其實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沒有禮貌的客人 所以我會貼著紙告訴大家 不是付錢就帶了 你買的是一個你需要的服務 同時我從來都不會強迫客人 我覺得強迫是沒意思的 錢是要賺的 但是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MPN文法則的話 你其實可以找其他公司 我們2017年開始 其實就已經有MPN文法線上課程 是因為疫情之後 大家開始設立了線上課程 所以停業的時候 多了學生參加我們的課程 我們線上課程 不是因為疫情而成立的 而是走在疫情之前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學生 有機會是一些老闆 或者不同國家的學員 工作繁忙 要他們請假過來上課 可能會比較困難 而線上課程的主要是可以 無限時間 無限地點可以永久地上課 還有我們文化其實就不是說 上一課兩課就會學會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要求 我們的學生做個練習 做個功課 然後再做線上課程 我知道目前還會有人 不接受線上課程 覺得不夠真實 但是大環境和科技 是令人類要改變生活的模式 需要走向前 去接受改變學習的模式 然後再給他一整個 MING PAO CANADA